他們在拍照啊 不要緊,先走了 不要緊,謝謝 拍樹街 連接著宇宙街和禮芝角道 穿插著基隆街和大南街 在白羊街的東南邊 其實已經算是在太子的位置了 我們這裡全部都是堂樓來的 而下面就有不同的食市 又有不同的診所 又有秀醫診所 又有洗衣袍 又有不同種類的店舖 其實都很方便 聽到Cedar 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 我們經常見到的Eastern White Cedar Thuya Occidentalis 經常作為Living Fence 一連串地種 很容易打理 基本上種在哪裡都可以 而木材我們經常都會用來 起Fence和Pergola 它天然防重防潮 所以價格都會比Pressure Treated的木材高 香港就沒有這隻Cedar 但有跟它很相似同科的扁柏 Platyclytus Orientalis 亦都經常見到它在公園 作為常綠樹地出現 先說少少分類學上的知識 這隻Cedar Thuya不是真正的Cedar 或者應該說不是Cedrus這個Genus 而中文名的柏樹 也其實指整個Family 柏樹科 Cupressiesiae Thuya是艾柏樹 Cedrus是雪松樹 所以技術性來說 中英文都不是正名 不過已經約定俗成 大家都明白 大家在說哪一種樹 橫樹街 連接著這邊的福泉街 和硬架街 在上面就是柱站 下面就是五金舖 不過自己相對少閒 但也正宗大王 Ash的中文應該是岑樹 懷樹是另一種樹 是豆科Fabaceae 裡面的另一種樹 Dephonolobium Carbonicum 來自日本的懷樹 和小時候常識科 教過香港常見的 三大市區植物之一的黃懷 Sanaceratinus Ash的木材很硬 但同時間也很有彈性 所以以前的人 拿它來做矛 它的Genus Fracinus 就在拉丁文裡面 就是Spear 而香港也是可以找到Ash 其中一種Fracinus Siensis 防柱就是白蠟樹 但我自己還未找到它在哪裏 提到Ash 都不能不提一下 Emerite Ashbora 是源自於亞洲的翠綠色甲蟲 癡性的甲蟲 轉入岑樹 幼蟲就會在樹裡面 邊吃邊大 成長之後就會出來交配 在亞洲的岑樹沒有事 因為這種甲蟲有天敵 有專門在幼蟲身上 產蟲的黃蜂 所以保持著這種甲蟲的數量 是非常之低水平 但是在1980年代的交易裡面 意外地將有甲蟲卵的木材 混在美國 沒有了天敵 導致了美國22個州份 和加拿大的安省灰省 數以百萬計的岑樹 被殺的生態災難 亦都對美洲70億岑的岑樹 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所以現在去不同地方的露營 都會有指示牌 要你燒回當地的火力 就是不想把這個危機 進一步擴大 這個故事我遲些會再整合一集 或者放在blog上 讓大家可以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說真的這場壞大屠殺都不為過 漁樹街 在大角咀的東邊 連接著硬架街和亞華街 它都是一個很短的街 全都是工廠大廈 全都是五金舖 漁樹M3這個4是非常廣泛的 由歐洲到美洲到中東到印尼都有 所以在香港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但我暫時都未見到它在哪裏 而在美洲和歐洲都會用它來做家邊樹 它可以忍受城市的環境之餘 對冬天的時候 經常要灑鹽溶雪的忍受程度都很高 而且又不需要經常收剪維護 非常之便利 而AIM3和S一樣都是受到甲蟲的威脅 但這次的甲蟲只是幫兇 在1910年開始 歐洲的魚樹就逐漸感染到這隻病 然後就擴散到其他歐洲的國家 1921年荷蘭植物病理學家發現到這隻病 是由微細真菌經甲蟲進入魚樹內部 而感染而成的 因為由荷蘭人發現 所以命名為Dutch M Disease 這隻真菌和甲蟲 在1928年經木材 船運到美國的歐洲 然後就擴散到紐約 底特律 芝加哥和華盛頓 到1967年也擴散到安省 緬省和沙省 據統計 1980年的時候 美國失去了75%的魚樹 多倫多也失去了80%的魚樹 直到現在 北美洲和歐洲的國家都要繼續嚴陣以待 用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方式去減少這隻真菌對魚樹的影響 同時也種植對這隻真菌有抵抗性的魚樹 連接著福泉街和大角咀道 植樹街除了多了兩棟插針樓之外 還有工業大廈、五金舖、車房和新九龍廣場 還記得以前有間東東雲吞麵就是在這裏 植樹作為圓林植物都非常常見 但在香港當然沒有 但在加拿大有一種美國和歐洲的品種 牠們通常都長得又高又直 有些培植品種也會有紫色和偏黃色的葉 無論作為單一棵做 feature 或者一排過做尼巴增加私隱都非常之適合 舉樹的木材都非常之出名 因為除了牠的生長速度慢 所以牠的密度非常之高 所以做傢俬和地板都非常之好 來到橡樹街 橡樹街連接著福泉街和櫻桃街 差不多整條街都是住宅 中間夾閘著商業和工業大廈 地下同樣都有不少建材、五金、油漆的店 橡樹要說呢? 真是很長時間 先不要計劃 牠的木桶和威士忌對紅白酒葉有多大影響 給了很多特別的味道和顏色 給了一些酒道 橡樹的木材在木工裡面是數一數二的好東西 因為生長得慢 所以密度夠高夠硬 每個品種的橡樹都起碼幾百歲命 有些甚至可以一千年 還要是樹人 因為牠們這麼漂亮 這麼硬 所以用來建屋、做傢俬、地板、船都沒問題 橡樹的果實 橡果 就是西班牙黑毛豬所吃的果實 而葉製出來很出名的伊伯利亞火腿 Hermonifalico 想起都很想吃 牛馬和人吃了都會種單寧毒 但豬的口水就可以中和了它 只是橡樹就可以養起二千三百種物種 單單無蟲就已經九百種了 所以在生態學來說 橡樹就是一種指標物種 它的出現、它的數量 就代表生態環境究竟有多結構 中樹界連接著硬架街和櫻桃街 其中一團很短的街 但已經有很多不少的住宅 對面還有足球場和學校 在這裏上學應該就非常之方便 中樹 在香港我們叫棕櫚樹 是熱帶和亞熱帶的植物 所以在香港經常都看到它 有一種陽光與海灘的感覺 棕櫚對我們的飲食和日用品都息息相關 甚至超乎我們的想像 椰汁、椰子油、椰子殼纖維可以做地毯 植物用器、還有棕櫚油、西米、蜜棗、 棕櫚蠟、木材等等 作為經濟作物來說 是和豆科和和本科同樣排行頭幾名 在香港經常見到的棕櫚科植物 就有蒲葵、芫蘆葵、酒瓶椰子、黃鐘等等 在市區不同的角落都看到 去到鐵樹街 北邊接著岑樹街 南邊接著博學里 是庫多萊廣場後面的一條世界 在這裏全部都是住宅和食市 住在這裏都應該非常方便 這條鐵樹街 是用英文直譯鐵樹街 所以另外我也不知道 是說鐵樹西吉 還是Dracina 巴西鐵樹 這就是用普通名的不好處 同一個名字都可以指幾種不同的植物 令我們非常混亂 來到最南邊和最後一條樹街 它就在東邊連接著亞加路街 西邊連接海輝道 即是一號銀灣的櫻桃街 櫻桃街最有標誌性的 一定是包圍著奧海城三旗 海庫園和庫榮花園的櫻桃街公園 這裏除了有環跑徑 腳底按摩徑 兒童遊樂場 這些一般的庫樂設施之外 還有七人足球場 籃球場 排球場 以及網球場 在鬧市裏面 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公園 櫻桃樹大家都很熟悉 除了被著名的華盛頓堆倒了之外 還有可以食用的車梨子 以及觀賞用的櫻花樹 都是櫻桃樹 櫻桃樹如果要開花和結果 就需要一段寒冷的時間 即是冬天 所以世界各地都很多地方 可以種到車梨子 唯獨是熱帶的地區 就不可以種了 而要打理櫻桃樹 都不太容易 身為Rossacea 這個長眉科的一員 它比其他樹種 更容易受到細菌 以及病毒 包子的感染 同時也有很多昆蟲 喜歡在果實裡產品 而冬天的時候 兔子沒有東西吃 都會很喜歡吃它的薯皮 所以適當的打理和維護 就很重要了 做Pruning和施肥 這樣才能連連唱回櫻花樹下 十七條樹街 這樣就說完了 有哪條樹街你最有感覺 或者觸動到你呢 國咀這個地區 融合著工業和住宅 小時候經過五金店 又燒刊 又鋸鐵 又釣機 都覺得又光又吵 但現在做回這行 又會用回這些材料 細史真是很神奇 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記得按LIKE 這樣就會幫到很多 或者Subscribe 按下小鈴鐺 就可以繼續看下一集 關於圓景設計的影片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 有否發現我沒有說到艾華街呢 不是我忘了 是因為它根本不是樹 它是植物 但它是攀騰的植物 中文名我們稱它為長春騰 是因為它在冬天的時候 都是不會落葉的植物 它們會沿著建築物的外場來攀爬 形成一片很漂亮綠色的屏風 而且在冬天的時候 亦都可以幫助溫暖 但同時間因為生得很快 如果沒有密切的管理 就會有機會被長春騰入侵水管和長磚 要移除的時候 都會留下它們的腳印 令到表面變得一塊塊 不過點種都是看人的 圍著電燈處理山 又會將彈斑斑的鐵 變得油鑊很多